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他还表示球队一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本场比赛 主裁判王静在观看了视频回报后 直接向队科招办规 这整八轮出示红拍罚下 而此前在7月17日全新主场2比1战胜负力的比赛中 赵许日对桃鸟犯规 当时主裁判也是在观看回报后将赵许日罚下场 本场比赛在后 杨迅也谈到了视频回报技术 很可惜 自从有了这个视频技术 我们主场已经被罚下两人了 也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被罚下两人 我不知道是好事坏 事件不是落后 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最后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也用我们的意志力去争取拿下比赛 但有的时候稍打一人确实困难很多 我们没有扳平 本场比赛 正大轮远红下轮自动停赛 而尼浩轮吃的一张黄牌下轮 也将一位累积四张黄牌停赛 此外孙可的伤势情况还不明朗 全剑人员不整 对此 杨迅表示 全剑队本来版本深度就不是很厚 之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的团队有凝聚力 充满了战斗力 可能我们有些球员有些受伤 有些停赛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这不是给失败找的借口 我们还会全力以赴 拿下以后的比赛 整场比赛 天津球迷一直给全剑队加油到最后一刻 对此杨迅也表达了感谢 感谢球迷在最后一刻没有放弃 给我们最后的支持 我们再赖 再苦 我们也会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坚持到比赛结束 我们也会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球迷 对得起大家 共语非安的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